看看这个叉烧线,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吃 今天又囤了一个星期的早餐 我家小朋友最爱的叉烧包 早上起不来都可以跟我要囤包子 微波炉盯一下就行 好吃快速又健康 我一般都用这种梅头肉 然后加屏幕上的调料腌制一个晚上 叉烧的灵魂当然就这个叉烧酱了 我一直用的都是李锦记的 个人觉得它的胃更正 然后更好吃 并且是零添加防腐剂的 吃起来也更放心一点 抓匀之后腌制一个晚上 或者四个小时以上 然后倒入电饭锅煮熟 按煮饭键煮两次 出来的口感就特别的软烂 接着我们和面团 同样是屏幕上所有的材料 倒入搅面筒 然后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配比做出来包子皮 真的跟面包一样松软 一定要收场了 面团揉光滑之后 盖上保鲜膜 然后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这个叉烧肉 它的油脂全部煮出来了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馅料一点都不油腻 并且口感特别的软烂 家里老男孩子吃一点都没有负担 看一下一夹就碎 特别的香 看看发好的面超蓬松 因为面团的湿度比较大 所以做出来的包子 它的口感是很软的 将面团揉搓排气之后 再平均分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我做出来每个剂子应该是60克左右 然后压扁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皮 包入馅料 全部包好之后放入蒸笼 然后盖盖二次醒发 大概20分钟左右 再上锅蒸15分钟 再焖3分钟开盖 成品出来一个个白白胖胖的 然后你看里面的馅料 真的超好吃这个茶烧肉 一定要去做一做 一定要去做一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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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